27件不相信自己眼睛的黑科技发明 后两件是人类最高智商 第27名 第26名 在比较薄的铁板上固定东西 可以使用这种花瓣螺丝 拧紧螺丝就会膨胀 这是它膨胀以后的效果 再把螺丝取出来 这样固定的东西就非常牢固 很方便使用 第25名 第24名 终于发明出来了 以后不想将暖气费和自来水费的 快来看看这个小宝贝 这是一个纯通暖气阀门开关 就把这几个磁铁装上去 就能打开暖气和自来水阀门 非常好用 第23名 以后铁锹把擀面杖坏了 别再费劲地用刀砍了 整一个这样的铝合金车圆器 随便找个台面固定好 配合手钻使用 方木就可以秒变圆木棒 调节中间的刀头还可以制作不同的直径 而且多余的木棒还能拿到集市上换钱补贴家用 第22名 现在柜门流行不装拉手 用的就是这种柜门自锁反弹器 安装也很简单 几颗螺丝就能固定 轻轻按压就能弹开 怎么开的就怎么关 连拉手钱都少了 还可以防止柜门变形 出现关不严的情况 非常的实用 第21名 这就是大家都在寻找的永不断电的手电筒 当发生战争或者地质灾害时 它就是一个宝 前面是一个强光手电筒 射成可以高达几里地 上面带有大块太阳能板 白天有光有太阳就会自动充电 也可以插电充 躲在防空洞或阴天 还可以手摇发电 它还是一个充电宝 可以应急给手机充电 家里背上一个关键时候 真的可以保命 第19名 往里一推就能卡紧 线盒坏了就用它 这样再去固定面板 方便快捷还牢固 第18名 经常不在家的可以使用这把挂锁 整体是包胶的 带有四把特殊钥匙 小偷想打开都难 户外用它锁车锁大门 防雨防晒又防盗 第17名 纷纷扰扰扰着人生的道场 反反复复为亲子而思量 天天走走我吹一眉 第16名 终于发明出来了 钳子与电笔的结合体工作更便捷 整体加厚不锈钢的前身 配上防滑包胶手柄 手感舒适不打滑 检测零线亮绿灯 检测火线红绿灯一起亮 还带有警报声 还能测线路的通断 亮绿灯就是好的 像这样没有任何反应 就是断开的 还能查找线路断开的位置 跟着绿色指示灯往下排查 指示灯灭 就是线路断开的位置 不用闭指刀 直接把护套线对准一次孔 轻轻往前一推 就可以轻松分开 还不会伤内部线皮 十字孔还可以绕线 两到四根线都可以绕 绕好以后紧密牢固不须接 这里还可以根据浅口大小 分各种电缆外皮 同样不会伤线心 还可以包一点零到四毫米的线 剪线也非常干脆 利索不伤口 剪软线也不会流线丝 下面还可以压各种大小型耗线端子 有了它以后出门干活 就不用带那么多工具了 第十五名 焦泥气墙遇到钢筋需要开槽的师傅们 来看看这款轻质砖开槽神器 用六里的钢板激光切割 尾部还有扳手 刀头焊接四颗乌钢尺头 经打磨开刃后非常锋利 在拉槽的过程中省力又高效 第十四名 天天上一荡 荡荡不一样 这应该是很多装修师傅的新生 玩归玩闹归闹 别拿金利石钻头开玩笑 这是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二代 超硬乌钢锯齿偏心钻头 它的个性认口交错设计 拥有特殊的切削轨迹 特殊的锯齿创意 散热非常快 能有效地防止高温发红的情况 打破了老款偏心钻头 打不动全磁砖 很容易破碎的缺点 打孔速度远超你的想象 加深的双U型排泄槽 一钻到底 丝滑顺畅长不卡钻 通用的双钩槽六角柄尾部 加持牢固 一钻多用 无论是应对玻璃 金属 全磁砖 红砖 都是轻松自如 打出来的洞非常圆润 还不会损伤右面 就连混泥土 也能毫不费力地打穿 只需安装在普通锂电钻 就能体验轻松高效打孔操作 第十三名 第十二名 第十一名 家里门窗和柜门关不严 或者门锁坏了 我们可以安装一个 这样的连接紧布扣 安装也特别的简单 您好四颗固定螺丝 半圆形双索扣设计 方便又牢固 第十名 第九名 第八名 安装衣柜收口线条 不要在外面打钉加固了 这样留下的钉孔客户 肯定不满意 快来试试这款双向无痕钉吧 只需要把无痕钉放在套筒里面 用锤子 把它敲进柜体侧板就可以 钉子的数量 根据我们线条长短进行调整 然后再把线条贴在柜体上 用锤子把收口线条拍紧即可使用 这样安装表面不会留下钉孔 而且还很牢固 不管是安装柜体 收口板 还是安装这种实木踢脚线 用它都可以轻松搞定 安装出来都非常的美观 第七名 第六名 满满人生路 一步一步走 曲曲折折多少又何愁 喜怒爱乐 两样都唱歌 一路坚信扑拉 第五名 翻风吹起 细里迷里 风雨解开我的心 我想小船 寻找港湾 第四名 第三名 终于发明出来了 这个太阳能充电板太厉害了 打开就是五块金龟太阳能板 上面带两个USB接口 同时能充多个设备 只要有光有太阳就能给手机充电 不用的时候折叠起来 体积小巧随身携带也不占地方 第一名 这就是一个太阳能充电宝 折叠打开就是三块金龟太阳能板 白天晒晒太阳就能为它充电 下面可以储存2万毫安的电量 这边自带五个USB充电插口 同时能充多个设备 60瓦大功率充电速度非常快 如果在野外没有线也是可以充 直接把手机放上去 就能给手机无线充电 旁边还有个LED照明灯 晚上能打开应急照明